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以色列人进迦南第一场战争 也是一场很特别的战争 我们要从这个当中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 来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 看希伯来书十一章 看三十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 我们看三十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 第三十节 贪汪恩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 倒了狮子的口 希伯来书十一章 第三十节 围绕耶利哥城七日 城墙将就倒塌了 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凭着信心围绕耶利哥城七天 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七日 因着信就是相信神的话 神说这样做城墙就会倒塌 他们相信神的话就这样去做 果然城墙就倒塌了 果然城墙就倒塌了 这个就是信心的果效 这个就是信心的果效 加南人预表情欲 就是一种属灵的战争 那这个战争要得胜 要靠神的能力 而不是靠自己 所以要凭信心 这个是他们第一场战争 神对他们的带领 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五章 约书亚记第五章 约书亚记第五章 看十三节 看第十三节 约书亚记五章十三节 第十三节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 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对面站着 约书亚到他那里 问他说 你是帮助我们呢 是帮助我们的人呢 十四节 他回答说 不是的 我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约书亚就腐腹在地下拜 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 十五节 十五节 约书亚在观察耶利哥的时候 当约书亚观察耶利哥的时候 他在想到底要怎么样来攻打这一座城 他在想要如何攻打这一座城 正在他看的时候 他正在看的时候 忽然间有一个人 所里有拔出来的刀就站在他对面 那耶稣亚就到他那里 问他说 你是帮助我们呢 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 耶稣亚就问他 你是帮助我的呢 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 那他怎么回答呢 他怎么回答呢 他说都不是 他说都不是 我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谁听从我我就帮助他 所以没有错 他是要来帮助以色列百姓 所以没错 他是来帮助以色列百姓 没错 问题是以色列百姓要不要听从他 如果不听从神也不会帮助 所以耶稣亚问你要帮助敌人 还是帮助我们 所以耶稣亚问你要帮助我们 还是帮助敌人 他说都不是 他说都不是 他是要来做神军队的元帅 他是要来做神军队的元帅 只要能够听从他的带领 只要能够听从他的带领 他就会选大人来帮助对方 他就会行大人来帮助对方 所以耶稣亚听到这句话 所以耶稣亚听到这句话 马上伏伏在地下拜 马上伏伏在地下拜 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他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 看神的什么样讲 他就要怎么样做 看神怎样说他就怎样做 因为这样才能够得神帮助 因为这样才能够得神帮助 所以马上在他面前跪拜 所以马上在他面前跪拜 求主吩咐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首先跟他讲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首先跟他讲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将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耶稣亚就照着这样去做 耶稣亚就照着这样做 之后紧接着 神就开始指导他 怎么样来攻打耶利哥城 之后紧接着 神就教导他 如何攻打耶利哥城 在六章的第一节 在六章的第一节 就记载当时城门关得很紧 就记载当时的城门关得很紧 没有人出路 耶利哥城听说是非常坚固的一座城 耶利哥城听说是很坚固的一座城 靠人来攻打很困难 靠人来攻打是很困难的 所以他们关得很紧 你要攻进去不容易 所以他们删得很紧 要攻进去不容易 那神就对约书亚讲 神就对约书亚讲 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跟耶利哥王 还有大人的勇士 都交在你们的手 都交在你手中 他说看啊我已经将耶利哥 和耶利哥的王 并大人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 看起来这个是非常困难 在人看起来是很困难 在人看起来是很困难的 但神已经答应 但是神已经答应 要将耶利哥王大人勇士交在你的手中 要将耶利哥王大人交在你手中 就是因为约书亚能听从神的吩咐 就是因为约书亚能够听从神的吩咐 能够信从神 神就这样子应许他一定可以得胜 神就这样允许他一定可以得胜 我们为神做工就是这样 我们为神做工就是这样 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 这个战争是神自己来打的 其实我们只是配合神而已 其实我们只是配合神而已 做圣工就是这样 不是我们的计划 不是我想要怎样 不是我想要怎样 我们可以有计划 但我们要交托神 要看神的旨意怎样 神所带领的不是我们想得到的 所以后来神跟他们所讲的 所以后来神跟他们所讲的 这个不是他们可以想得到的 因为人不可能想这种光滑 因为人不可能想这种方法 绕城这样城就会倒塌 围绕城墙城就倒塌 人哪里有这个能力呢 只有神有这样的能力 只有神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圣经讲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所以圣经说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 神带领的道路是我们想不到的 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体验到神的恩典 神的能力 这样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神的恩典 神的能力 所以不管是个人信仰的道路 所以无论是个人信仰的道路 教会的圣工 都是一样 都要晓得靠神 都要晓得靠神 真言第三章 真言第三章 看第五节 真言第三章 看第五节 真言第三章 第五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第六节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这里就讲到要专心仰赖神 不要靠自己的聪明 人往往容易靠自己的聪明 尤其在世界上比较聪明的人 或是在一些事上很有经验的人 往往就想靠自己的聪明 靠自己的经验 就会不晓得要祷告靠神 因此这里特别提醒我们 要专心靠神 不要靠自己的聪明 不要靠自己的聪明 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要认定神 就是要仰望祂的恩典 就是要仰望祂的恩典 祂必指引你的路 那 这个就是神的应许 这个就是神的应许 所以我们要得到神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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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神能力的帮助 我们就要晓得怎样依靠神 我们就要晓得怎样依靠神 这样走的路才是合神旨意的道路 才有办法真正彰显神的荣耀 才有办法真正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第七节讲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所以第七节说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神远离恶事 要敬畏神远离恶事 因为我们如果自以为有智慧 因为如果我们自以为有智慧 走自己的路 在人看没有问题 在人看没有问题 在神看有问题 因为我们并没有照神的旨意去做 因为我们并没有照神的旨意去做 我们没办法彰显神的荣耀 这个就是对不起神 这个就是恶事 以人看你做的是正确的事 没有违背法律 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在神看是恶事 因为不合神旨意 因为不合神旨意 不能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在一切事上 要学习依靠神 要学习依靠神 不要靠自己的智慧聪明 这是我们信主的人要操练的功课 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已经操练了四十年 第二代信心非常刚强 第一代信心非常坚强 第一代只有加勒 若书雅能够进去 他们两个信心非常坚强 他们两个信心也非常坚强 所以他们有办法来照着神的话 来攻打耶利哥成 能够完全信从神 这是他们四十年操练的结果 这是他们四十年操练的结果 我们的信仰也需要这样操练 我们的信仰也需要这样操练 让我们能够进到这种专心靠神 让我们能够这样专心靠神 不靠自己智慧聪明 不靠自己智慧聪明 这样能够处处来彰显神的能力 这样能够处彰显神的能力 体验神的恩典 这样的信仰才是宝贵 这样的信仰才是宝贵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不是靠势力 不是靠势力 不是靠财能 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 靠神的灵才能成事 我们属灵的教会 我们要晓得依靠圣灵的帮助 我们要晓得依靠圣灵的帮助 而不是靠自己的财能 靠什么样的势力 而是要专心靠圣灵 也就是依靠神 也就是依靠神 这样就能够成事 所成就的才真正是神的工作 那这个就是我们为神做工要有的态度 今天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 圣灵已经来到 就住在我们里头 来就要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 来就要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 要在一切的事上帮助我们 要在一切的事上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要晓得依靠祂 祂愿意在一切的事上帮助我们 就像这里所写的一样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祂 祂必指引你的路 无论什么事 祂都可以帮助 祂都可以指引我们的路 这样我们的路就不会偏差 那我们的路就不会偏差 可以走得正确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所以耶稣亚要攻打耶利哥 所以若孙亚要攻打耶利哥 一样的他也是按照人的本分 来观察这一座城 一样的他也是有个计划 一样的他也是有个计划 想到底怎样可以攻打这一座城 想怎样攻打这一座城 我们一样可以有计划的 我们一样是可以有计划的 那你去也是需要这样做的 也都是需要这样做的 但是不可以忘记神 所以他观察的时候 所以他观察的时候 神就向他显现 神就向他显现 就站在他的面前 就站在他面前 神说也不是要帮助你 也不是要帮助你的敌人 神说我不是要帮助你 也不是要帮助你的敌人 是要来做神军队的元帅 是要做神军队的元帅 元帅就是你要听从他 元帅就是你要听从他 听从他的带领 他就自然帮助你 他就自然帮助你 所以耶稣也能够马上 俯伏在他的面前 所以耶稣也能够马上 俯伏在他的面前 来顺从他的带领 来顺从他的带领 因此神马上应许 一定可以得胜 因此神马上 应许他一定可以得胜 把这个城跟城里面 所有的交在你的手中 在人看是很困难 在人看是很困难 但是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我们要学习信心这个功课 所以我们要学习信心这个功课 怎样晓得靠神 怎样晓得靠神 这个才是最重要也是最宝贵 这个才是最重要最宝贵 不要一直想我有能力 我有势力 不要一直想我有能力 我有势力 当然你有能力 神也会让你自己去做 当然你有能力 神也会让你自己去行 自己去做 但人的能力真的是很有限 但是人的能力真的是很有限 所以你一定会走到没路可走 所以你一定会走到无路可走 有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有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但是神带领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学习靠神 所以我们要学习靠神 不止教会的信工是这样 不止教会的信工是这样 生活的一切都是一样 生活的一切也都一样 要晓得祷告 要晓得祷告 不要靠自己智慧聪明 不要靠自己智慧聪明 这样我们这一条信仰才能做得好 这样我们信仰才能行得好 这个属灵的战争才有办法真正得胜 这个属灵的战争才有办法真正得胜 我们再看回来 约书亚记的第六章 我们看回来 约书亚记第六章 第六章的第三节 约书亚记六章三节第三节 你们的一切冰冰要围绕这城 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 第四节 七个祭司要拿七个阳国走在约跪前 到第七日 你们要围绕七次祭司也要吹过 第五节 他们吹的各星拖墙 你们听见各星 这就是神指示的方法 只要这样做 城墙一定倒塌 这个不是人能做的方法 这个是只有神有办法做的方法 所以叫他们一天要绕城一次 六天都是这样做 那到第七天呢 去到第七日 要绕城七次 等到祭司吹角的时候 就是到最后那个教征拖长的时候 就要大声呼喊 就要大声呼喊 这样城墙就一定会塌陷 以人看这个是不可能 以人来看这个是不可能 这种好像是无稽之谈 这个好像无稽之谈 但是在神来讲 它什么都有可能 但是在神来看什么都有可能 其实神也不必这么麻烦 其实神也不用那么麻烦 但要让这个神倒下来 那还不容易 他要让这座城倒塌 是很容易的事 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为什么神要这样做 就是要百姓对祂有信心 就是要百姓对祂有信心 愿意照祂的话去做 愿意照祂说话去做 在人看不合理的事情 依人看来不合理的事情 但神的话是具具有能力的 祂是无所不能的 祂是无所不能的 这样讲一定这样成就 这样讲一定这样成就 那就看你对祂的话有没有信心 就看你对祂的话有没有信心 你如果对祂的话有信心 如果你对祂的话有信心 这条路你走不下去 这条路你走不下去 因为很不合理 因为很不合理 在人看是不合理的 在人看来不合理 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事 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事 很不合理 这个很不合理 怎么可以接受呢 人都走不下去 遇到一些无理的事 遇到一些无理的事 一些无情的事 走不下去了 祂没办法对神有信心 没办法照神要祂走的路去走 那这样子怎么有可能 走这条信仰的路 那怎样有可能走信仰的路 信仰的路就是这样的路 信仰的路就是这样的路 因为祂本来就是十字架的路 就是很不合理很无情的一条路 就是很不合理很无情的一条路 一个没有罪的人竟然要遭受这样的对待 一个没有罪的人竟然要遭受这样的对待 遭受这样的无路 遭受这样的痛苦 遭受这样的痛苦 这条路谁走得下去 这条路谁走得下去 如果你对神没有信仰 如果你对神没有信仰 神要你走这种路 神要你走这种路 你走得下去吗 你走不下去 你走不下去 神的能力怎么彰显呢 神的能力怎么彰显呢 神的恩典怎么彰显呢 神的恩典怎么彰显呢 因为你对祂没信心 因为你对祂没有信心 那这样怎么让神能力来彰显出来呢 那怎么让神的能力彰显出来呢 怎么让神这样来帮助你呢 所以这个就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事 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事 这种就是信心的功课 这种就是信心的功课 凭信心就不凭眼见 不凭你自己眼睛看自己判断 不凭你自己眼睛看自己判断 你凭你自己眼睛看自己判断 你凭你自己眼睛看自己判断 这个不是信心的道路 这个不是信心的道路 所以凭信心就不凭眼见的 所以凭信心就不凭眼见的 因此信仰的路其实就是信心的路 因此信仰的路其实就是信心的路 信心就是对神的信心 信心就是对神的信心 也是对神话语的信心 他告诉你怎样你就要怎样做 他说你要爱仇敌你就要这样做 他说你要爱仇敌你就这样去做 他说你行善受苦要忍耐你就要忍耐 他说你行善受苦要忍耐你就忍耐 行善受苦还忍耐很不合道理 行善受苦都还要忍耐这个不合道理 没有错很不合道理没有错 但是这才是信仰的路 但是这才是信仰的路 因为神的话就是这样讲 那就看你对神有没有信心 就看你对神有没有信心 你有信心你就走得下去 你有信心就走得下去 神的能力就会彰显在你的身上 你没有信心你走不下去 你没有信心你就走不下去 这样困难你永远不能解决 这样你有困难永远没办法解决 神的能力不会帮助的 神的能力不会帮助的 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考验 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考验 所以神一开始就给他们这个功课 所以神一开始就对他有这个功课 就是要晓得信服神 就是要晓得信服神 这样你才有办法继续来走前面的路 你才有办法得到 你才有办法得到加拿美地 要不然你怎么有办法继续往前来打圣仗 如果不是 你怎会有办法继续往前打圣仗 所以第一仗 神就是给他这个考验 所以第一仗 神就给他这个考验 给他这个要求 也都给他这个要求 之后就不是问题了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功课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功课 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也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要学习相信神一切的话 要学习相信神一切的话 不要用自己的智慧聪明去判断 不要用自己的智慧聪明去判断 用人的智慧聪明去看神的话很不合理 用人的智慧聪明去看神的话很不合理 这种要求怎么这样的要求 你会感觉很无理 你会觉得无理 但是就是这样子你才看得到神的恩典 但是就是这样走你才看到神的恩典 你走下去神的能力就会帮助你 你走下去神的恩典就会帮助你 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经过四十年的熬练 所以以色列百姓经过四十年的熬练 他们信心非常的好 他的信心非常的好 所以神这样子讲他们能够照这样去做 所以神这样说他们能够这样做 这个就是四十年旷野操练的结果 这个就是四十年旷野操练的结果 也因为这样他们才有能力来得到迦南美地 也都因为这样他们才有能力得到迦南美地 能够打赢这些战争 神处处跟他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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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他们有信心 就是因为他们有信心 所以圣经就讲他们是凭着信心来绕这个城的 所以圣经就说他们是凭着信心来绕成的 看起来好像很无聊 看起来好像很无聊 一天绕一圈 第二天又是绕一圈 第二天又是绕一圈 还以为是在游行做什么事 感觉上让人感觉好像很没有什么意义 让人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好像很没有什么价值 好像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对一个有信心的人 他的感受不是这样 但是对一个有信心的人 他的感受不是这样 他晓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他晓得这件事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是神的话 只要你照着做 只要照着做 具具有能力 神的能力自然就会彰显 信仰就是这样而已 信仰就是这样 看你对神的话信得下信不下而已 看你对神的话信不信得下去 你愿不愿意照他的话去做 只是这样而已 你愿不愿意照他的话去做 就是这样而已 这个就是信心的路 这个就是信心的路 所以他们就真的照这样去做 所以他们就真的照这样去做 那这里讲到说 在第三节那里讲到 说你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座城 他说你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座城 所有的兵丁都要去绕城 所有的兵丁都要绕城 就是能够打仗的 就是能够打仗的 都全部要出席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要同心合一 就是要同心合一 你也要我也要 你要我都要 只要能够打仗的 全部都要出来 人人都要参与 人人都要参与 人人参与这个叫做同心合一 这个就是教会追求的目标 这个就是教会追求的目标 教会如果能够达到同心合一 神的大能自然同在 自然就有神的恩典 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犹太人的教会 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最完全 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最完全 外邦的教会 就是弗里比教会最完全 就是弗里比教会最完全 这两个教会都有一个特色 圣经在描写这两个教会 都是用同心合一来描写这两个教会 都是用同心合一来描写这两个教会 可见这个是很完全的教会 可见这个是很完全的教会 才能达到这样的地步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使徒行传》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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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祷告上他们同心合意行切祷告 这些人参加的人都是有这个心 每一个都一样 这个叫做同心合意 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看《使徒行传》第二章46节 《使徒行传》二章46节 第46节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 且在家中抹饼 全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这里讲他们天天同心合意行切的聚会 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心 叫做同心合意 这个就是完全教会的描写 就是教会追求的目标 就是教会追求的目标 在五章的十二节这里也是同样记载 五章十二节同样记载 他们同心合意在所罗门的囊下 也就是存敬礼神的心 就是存敬礼神的心 来聚集在所罗门的囊下 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态度 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态度 都完完全全洁净自己 都完完全全洁净自己 所以圣工就发展到最高的地步 所以圣工发展到最高的地步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形 这个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形 肥立比教会也是一样 肥立比教会都是一样 我们看肥立比书的第一章 我们看肥立比书第一章 肥立比书一章第五节 肥立比书一章第五节 肥立比书一章五节第五节 他们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他们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这个同心合意不是随便可以写的 这个同心合意不是随便可以写的 是真的全部都是同样关心同样参与 是真的全部都是同样关心同样参与 这样才能叫同心合意 这样才能够叫同心合意 这个就是完全教会的一个目标 这个就是圣传教会的目标 就是我们要追求的 每一个人都要关心 每一个人都要参与 所以我们不要一直想 我不能做什么 我们不要一直想自己做不到什么 我算不得什么 我算不得什么 少我一个没关系 少我一个无所谓 少一个就不能写同心合意了 教会就不完全了 教会就不完全了 所以每一个都要求自己 都要勉励自己 都要共同关心教会的事 都要共同关心教会的事 参与在教会的圣功里面 多为教会圣功祷告 如果能够这样同心合意 这样圣功自然就会兴旺 这样圣功自然兴旺 这个就是神对他们的要求 这个就是神对他们的要求 其实神要帮助 其实神要帮助 几个人就可以打圣仗也可以 几个人都可以打圣仗 但神的旨意不是这样 神的旨意是要他们 每一个能做的都要来参与 神的旨意是他们 每一个能够做的都要参与 所以能够打仗的全部要出来 所以能够打仗的要全部出来 这个就是神的旨意 这个就是神的旨意 今天我们也是要这样做 我们今天都是要这样做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勉励自己 再看回来耶稣亚记的第六章 我们看回来约书亚记的第六章 第三节 这里说一日要围绕一次 这里说一日围绕一次 六日都要这样做 六日都要这样做 每天都要绕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关键 关键就是神叫你这样做 你照着去做 关键就是神叫你做 你就这样跟着做 时候一到 果效自然产生出来 这个就是要我们做的 每天的信仰生活 这个就是要我们做 每天的信仰生活 每天到一次 可以预表我们每天的信仰生活 每天围绕一次预表我们的信仰生活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每天读经 每天祷告 每天读经 每天讨告 你拨一些时间来做 你拨一些时间来做 每天都做 每天都做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但这个就是关键 但这个就是关键 这个就会影响到你的得胜 这个就会影响到你的得胜 影响到神怎么样来帮助你 影响到神怎么样来帮助你 因为你照神的话这样去做 因为你照神的话这样去做 自然时候到神就会失恩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每天的这种事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每天的这些事情 其实绕一次也是很容易 围绕一次很容易 时间也不必很长 时间不用很长 到晚回来就休息 围绕完一次回来就休息 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就看你对他有没有信心 这么简单就看你对他有没有信心 你有没有看重 你有没有看重 你有没有觉得虽然是这样 但是他影响很大 你有没有觉得虽然是这样 但是他影响很大 如果你对神的话有这个信心 如果你对神的话有这样的信心 你就会很看重这样 每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你就会很体重每天这样的工作 一样的 圣经也是要我们每天这样做 一样的圣经也是要我们每天这样做 我们的读经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读经 我们的吐功 这些都是要天天要做的 这些都是每天都要做的 每天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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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看好像没有什么 在我们看上去没有什么 但其实影响很大 但其实影响很大 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 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 我们就会很看重这样的事 我们就会很看重这样的事 不会忽略他 不会忽略他 会晓得每天要这样做 会晓得每天都要这样做 自然时候到神就会施恩 那这个就是每天要做的事 这个就是每天要做的事 在生活上也是一样 在生活上也是一样 不会是说一天的忧虑 要一天担当 神都是说一天的忧虑 一天担当 每天有每天要面对的事 每天有每天要面对的事 你也要去面对 你也要去面对 这个都是需要的 如果你能够这样做 如果你能够这样做 其他神就会施恩 其他神就会施恩 如果你连这种最基本的都不做 如果你连最基本的都不做 那什么叫神来施恩给你呢 那怎样叫神施恩给你呢 就不可能有神的恩典 就不可能有神的恩典 因为神不会帮助那些懒惰的人 因为神是不会帮助懒惰的人 一样的我们要进本分 一样的我们要进本分 当然信仰要放前面没错 当然信仰要放前面没错 但该尽的本分要尽 但是该尽的本分要尽 这样神就会施恩 这样神就会施恩 那这些都是每天的工作 这些都是每天的工作 所以每天都做同样的事 每天都做同样的事 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好像很烦 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烦 每天都这样 但是天天这样 神就会施恩给你 但每天这样 神就会施恩给你 所以不要去轻忽 每天该做的这些事情 所以不要轻忽这些每天要做的事情 不管是属灵上的 不管是我们的生活上的 不管是我们的生活上的 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每天都有该做的事就要去做 每天都是有应该做的事就要去做 这个就是神对他们的要求 这个是神对他们的要求 所以一天就绕一次 一天围绕一次 那到第七天才绕七次 去到第七天围绕七次 那在这个当中 在这个当中 第四节这里有记载 说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 说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 走在月柜的前面 走在月柜的前面 到第七日要绕成七次 到第七日要绕成七次 祭司也要吹角 那为什么祭司要吹角 为什么祭司要吹角呢 吹角有他的含义 吹角有他的含义 就是求神祭恋 就是求神祭恋 求神施恩的含义 求神施恩的含义 我们可以参考 明书记的第十章 我们可以参考明书记第十章 明书记十章看第八节 明书记十章我们看第八节 明书记十章八节 阿伦子宣作祭司的要吹者号 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第九节 第九节 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 欺压你们的仇敌打仗 就要用号吹出大声 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 也蒙拯救脱离仇敌 第十节 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旗 并月书献凡祭和平安祭 也要吹号 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 这几节圣经在讲到吹号 这几节圣经讲到吹号 就是作银号来吹号 就是作银号来吹号 那这个目的就是要让神纪念他们 目的就是让神纪念他们 那不管是打仗的时候 无论是打仗的时候 或是欢乐节旗的时候 还是欢乐节旗的时候 一样的都要吹号 一样都要吹号 这样可以得蒙神的纪念 蒙神拯救脱离仇敌 所以七个祭司吹角 一样有这样的含义存在 所以七个祭司吹角 都有这样的含义存在 这样子就可以得神纪念 这样就可以得神纪念 可以得蒙神的拯救 可以得蒙神的拯救 能够胜过受敌 所以吹角应该也可以有一种 呼喊神这样的含义 所以吹角也都有呼喊神的含义 我们向神吹 这样子吹角 向神呼喊 我们向神这样吹角 向神呼喊 神就会祭念我们 神就会帮助我们 神就会帮助我们 所以这里叫七个祭司 要在约柜前吹角 这里所以叫七个祭司 在约柜前吹角 每天都要吹角 每天都要吹角 我们每天一样都要吹喊神 我们每天都一样要吹喊 向神祷告 向神祷告 求神帮助 求神带领 求神带领 神一定祭念我们 神一定纪念我们 神一定拯救我们 神一定拯救我们 所以他们每天都是这样做 所以他们每天都这样做 那到最后一天 到最后一天 我们看回来 约书亚记的第六章 我们看回约书亚记第六章 祭司也要吹角 祭司也要吹角 第五章 他们吹了角声拖长 他们的角声拖长 那你们听见角声 当你们听见角声 众百姓要大声呼喊 众百姓要大声呼喊 成墙就必塌陷 个人要往前直上 个人要往前直上 那从这里也让我们感受得到 到最后就是最重要的时刻 去到最后就是最重要的时刻 其实每件事都是一样 其实每件事都是一样 越到最后越重要 越到最后越重要 越要看重 越要看重 越要用心 好像我们的信仰到最后也是一样 好像我们的信仰去到最后也是一样 主耶稣要再来也是一样 那个最后的时刻 其实就是最难走的时刻 其实就是最难走的时刻 所以那一天他们要闹七次 所以那一天他们要围绕成七次 讲起来就是最辛苦的时刻 而且不是这样就完了 而且不是这样就完 紧接着城墙倒叉要冲上去 要杀敌 紧接着城墙倒塌 就要直上去杀敌 这个是最辛苦的一刻 这个是最辛苦的一刻 所以到最后就是这样 去到最后就是这样 你看主耶稣再来那些灾难 你见主耶稣再来那些灾难 慢慢慢慢越来越大 慢慢慢慢越来越大 慢慢慢慢这个时间 发生的时间越来越快 慢慢慢慢发生的时间越来越快 到最后就是大灾难 去到最后就是大灾难 最后一刻那个灾难对战 最后一刻那个灾难来到 整个世界要毁灭 整个世界毁灭 整个宇宙毁灭 就是主再来那一刻 就是主再来的那一刻 所以到最后 这个是最重要的时刻 所以去到最后 是最重要的时刻 也是最辛苦的时刻 也都是最辛苦的时刻 有时候我们人 这个走走走 走到最后反而会放松 有时候我们人 走着走着 去到最后反而放松 有时候会想说 差不多了 我这样子 一生为主 这样差不多了 有时候会说 我差不多了 一生为主 这样差不多了 就放松了 就想说可以了 就想可以了 不必再努力了 不用再想要做什么了 不必再想要做什么了 人很容易这样子的 人是很容易这样的 其实圣经的观念不是这样 圣经观念不是这样 最后一步才是最困难 最后一步才是最困难 所以保罗他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努力面前 往标杆直奔 他很探望 最后一步是为耶稣死的 他怕望最后一刻 是为耶稣死 但不知道耶稣要不要给他 但是不知道耶稣给不给他 后来果然 他是被赞头而死 后来果然 他被斩头而死 最后这一步才是最困难 最后这一步才是最困难 主耶稣一生也是一样 最后一步就是十字架 最后一步是十字架 那才是最困难的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所以到最后反而是更重要 所以去到最后反而更重要 因此我们信仰不能放松 因此我们信仰不能放松 不能想说我差不多了 不能想说差不多了 可以了我这样差不多了 可以了这样差不多了 不要再看重信仰的什么事 不用再看重信仰的什么事 关心圣公的什么事 不要有这样的态度 不要有这样的态度 其实最后反而是更重要的 反而是更关键的 以色列百姓已经来到约旦河旁边 以色列百姓来到约旦河旁边 你看在那里死多少人 就是没有这种功夫 没有想到最后是最重要的 更要谨慎的 就在那一刻失败 就在那一刻失败了 眼看就要进到迦南美地 竟然因为犯罪死在那个地方 竟然因为犯罪死在那个地方 你看多么可惜 你看多么可惜 所以我们信仰不能放松 所以我们信仰不能放松 反而到最后越要谨慎 反而越到最后越要谨慎 要更加的用心 更加用心 这个才是神的旨意 这个才是神的旨意 那这个这样子他们每天这样子 他们每天这样子 这样子一天一次 这样一日一次 那到第七天七次 去到第七天七次 到最后祭司将各声拖长的时候 百姓就要大声呼喊 城墙就会倒塌 这个大声呼喊就是信心的表现 这个大声呼喊是信心的表现 如果我们对神的话信不到 如果我们对神的说话信不到 你喊是没有声音的 你喊是没有声音的 你会觉得很无聊 你会觉得很无聊 这样子就会倒下来真的吗 这样子就会倒下来真的吗 如果我这样想 那你喊得出来吗 当然喊不出来 那你因为对神的话有信心 你因为对神的话有信心 自然就会大声呼喊 就会非常的勇敢 就会非常勇敢 相信城一定会倒塌 这个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 所以我们要跟神同工 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 这个就是我们跟神同工 这个就是我们与神同工 其实神不要你这样 祂都有办法的 其实神不用你这样 祂都有办法 但是神希望我们跟祂同工 但是神希望我们跟祂同工 能够顺从祂的带领 能够顺从祂的带领 祂愿意借着我们来完成祂的工作 祂愿意借着我们来完成祂的工作 虽然实际上是神的大能 虽然实际上是神的大能 但我们参与在里面 但我们参与在里面 我们有混互这个工作 我们在这个工作上有份 这是何等美好的事 何等宝贵的事 何等宝贵的事 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旨意 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旨意 要我们跟祂同工 要我们跟祂同工 当然我们要传福音 要带人来听道理 要带人来听道理 那我们要传福音就是要勇敢 我们要传福音就是要勇敢 如果怕怕的 那这样怎么传福音呢 如果很害怕的 那怎么传福音呢 就很难做这个工作 很难做这个工作 很难跟神同工 所以你一定要刚强 所以你一定要刚强 对神有信心 对神有信心 勇敢为主作建政 这样就有办法跟神同工 这样才有办法跟神同工 神的能力就有办法跟你同在 神的能力才有办法跟你同在 能够来帮助你 才有办法帮助你 那这个就是要勇敢 那这样子他们这样子 每天绕 每天绕 他们这样每天绕 绕到最后 大声一喊 大声一喊 城墙真的倒下来 城墙真的倒塌 所以这个就是时候问题 这就是时候问题 你看五信节的圣功 你看五信节的圣功 不是图然的 他们经过十天同心合意 同切地祷告 他们经过十天同心合意 迫切祷告 每天都这样做 每天都这样做 五信节到了 五常节到了 神的时候到了 神自然有办法 神自然有办法 你看那一天的工作学想得到 你见他一天的工作 谁想得到 大响声从天上下来 大响声从天上下来 这些都是神的作为 众人自然就聚集 众人聚集 圣灵降下来 自己做工 自己做工 开他们的耳朵 听得懂圣灵的意思 听得明白圣灵的意思 给使徒们有胆量 使徒们有胆量 勇敢见证 那天三千人来受洗 那天三千人来受洗 这些都是圣灵自己的工作 这些都是圣灵自己的工作 使徒们做梦都想不到 使徒发梦都想不到 他们只是照着神的话 每天这样祷告 我们只是照着神的说话 每天这样祷告 同心合意迫切祷告 同心合意迫切祷告 时候一到 神的大能自然就彰显 这个就是信心 今天我们要跟神同工 要有这个信心 灵恩报道会就是要祷告 要晓得靠神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做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做 我们不要小看这个事 不要小看这件事 这个事如果能够做好 这件事如果可以做好 时候到了 神自然会私恩 神自然会帮助 神自然会帮助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跟神同工 这样就可以跟神同工了 因此我们不要忽略 每天该做的这些事 因此我们不要忽略 只要我们凭着信心这样子做 时候到神的大能自然会彰显 这个就是他们凭着信心 围绕耶利哥城 过篮城墙就倒塌了 求主也加添我们的信心 来唱诗 112首 112首